近期有银行批出白居易案揭示,被指超越了防委会担保期完结时,未常还案揭乘数需降至六成的原则,金管局发言人回复传媒时厘清,该局物业案揭审慎监管措施,包括案揭乘数上限及年期上限,适用于所有楼宇案揭贷款。 不过,若银行已采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例如居屋案揭贷款因为有防委会的担保,银行可为借款人提供高于金管局所规定的案揭乘数上限,因为有关银行及金管局已作回应,不者作为熟悉居屋市场的地产代理,应以市场证人的角色分享对有关事件的看法。 居屋第二市场免保地价的居屋二手转让是一项十分成功的房屋政策,由1997年开始推行到现金共六得共47,969宗成交,平均每年共2,217宗成交不包括1997年和2019年,也可以说,开放了居屋第二市场以成交改善房屋转流率下,大大减了兴建一手居屋的需求压力。 其中政府也为居屋第二市场提供了三零年按揭还款保证期组称担保期,由单位首次转让日期起计,2010年前是25年及最长25年的按揭还款期。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愈来愈多居屋的流灵也超出了担保期的合适范围。 但政府却在2010年后不愿意再延长担保期了。 于是按揭乘数就由合乎担保年期合适范围的,最高一按九成白表及九成半六表,大跌至担保年期外的最高一按六成了。 没有担保期的居屋第二市场同样受到楼市辣椒的限制最高只可借到一按六成。 却没有按揭保险计划去支持,令愈来愈多的居屋屋远成交日益稀疏。 数以十万计的潜在供应浪费了。 更不公平的是这片大部分是草根出身的房产板块。 原本是上车的较低门栏的项目,反而成为比私楼更高成本的市场。 这绝对是居屋第二市场的按揭为缺。 政府有责任收补好。 我认为如果政府不打算延长担保期,就应该如私楼般提供按揭保险计划, 或放宽规定让银行填补不足。 现在的情况既不理想也不公允。 说句公道说话,恒生银行多年来在居屋第二市场也为草根上车提供积极的贡献。 公道自在人心。